是我的心动女嘉宾 哎呀 有完没完 他对别人是刀子嘴 对我豆腐心 臭豆腐吧 臭豆腐我就能理解了 李丹 闭上嘴 在别人的眼中 他很毒辣 但是在我的眼中 完美 他是谁呢 他就是天空中最亮的星 金星 你说你还怎么上 好甜哦 掌声欢迎 我三年在心中 默默期待的CP 金星 我说我 你还想怎么办 我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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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差不多得了 在我开土之前啊 我跟你说 这节目以后不能上了 原来吧 土的还挺过瘾的 但发现这个节目 越来越变成一个 尊老爱幼的节目了 既然我敢坐在那儿 我就敢让大家 怎么土的没事 但土的也不过瘾 太香 哎呀 礼尚往来的 真没劲了 太没劲了 张绍刚 听说你啊 他老想跟我玩CP 看到他 我脑子完全空白 只有五个字 那什么字吗 丑人多周怪 说他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绍刚没问题 再来认识这么多年 如果你觉得这个五个字 对你生命当中太沉重 接受不起的话 送给旁边那个人 送给蛋绍 他接得住的 他绝对接得住的 张大 张小小 我刚才说 蛋绍能接得住 丑人多多怪 你乐什么呀 别什么热闹都臭 姐爸 给你出个主意 善意地劝告 在那个大的下边 加两个点 以后就要张太太 什么节目都赶上 什么钱都要赚 17年的时候吧 甚至还参加过一档 叫什么 原创警犬成长 那一节目 叫做提名神犬 看到这个节目以后 消息我惊呆了 我真呆了 我说现在什么人 都可以当警犬了吗 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 你以为你乱咬乱叫 就可以当警犬吗 张小小 跟姐也不陌生 趁这个节目 赶紧站起来 替警犬道个歉 给警犬道个歉 真的 许之远 许先生 李淡 你请的嘉宾 我吐不吐啊 随意 随意 他不不让别人吐他吗 不不不 老伴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你随意 许主演 那个紧张 那个手都这么握呀 姐妹儿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没有 我们俩好多年没见面了 一见面的时候吧 我说 哥们儿 你那些厌世 我全知道 打住打住 给兄弟留点面 我说没事 没事 没事 其实啊 今天我一半的时间 准备吐槽许志远的 但是我一到现场以后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把面带男色 就跟我说 姐姐姐 收点呗 别别别别 许志远 老师内心比较脆弱 你看你要上台 那么说的话吧 因为文人兜不住的话 脸色会很难看的 马一后 我说 哎呦 我说你们真不了解 徐老师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心里下没那么小气 格局大着呢 他怎么会脸色难看呢 他就是单纯的脸难看 真的 真的 但总 有私人关系 因为许志远出了他的书 所以单总请他来做嘉宾 但是呢 单总也是心机特别多 他就想用那个 徐老师 许先生那个奇帽 来衬托他的美色 奇帽 奇帽不扬的那个奇帽 什么奇帽 为什么那个 金姐的土豪又捧根 所以说你看看那徐老师 货脱分多好啊 149分 一尊人质脱 这个价钱 所以说徐老师 下次穿鞋就一只脚穿 人子脱了 对吧 好了 咱不说了 颜贺翔 不容易 我以前都不认识他 怎么能不认识 开玩笑了 相声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了 那个郭大少爷 郭契林 你们老师的儿子 大少爷就给你抛下了 人有这个资本呢 人爹是谁 对吧 人家开的店 那当然想抛谁就抛谁嘛 对吧 所以说事业刚刚起步 心就慌了 但姐是过来人 贺翔 咱小伙特别好 这两天一聊吧 真是时尚人 姐跟你说 别看郭契林 郭大公子在外 又拍综艺呀 又拍戏的 那都是逢场作戏 真的 就男人嘛 都是一个德行 玩累了 玩够了 自然就回来了 这句话也就坚洁 敢说 在家有点耐心 在家有点耐心 哎呀 李雪晴 我们东北小姑娘 挺好的 自从我们赵本上 老师退役了以后 她就接班了 弘扬了铁领的文化 对吧 但你和建国 炒CP之后 我觉得有点不地道 不像咱们 东北女孩的个性 你看你 自己参加了 那么多的活动 和那么多演出 抓了那么多外快 你怎么不带下 我们建国呢 对吧 你就这么对 我们的建国吗 这个CP吗 对呀 你看 我常常看 怎么不忍心 因为我也喜欢建国 然后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泄墨沙驴的感觉 是不是 你看这CP草这么好 自己夸又是喜剧人 又敢做那么多节目 说我这么一看 难道我看人看片了吗 这丫头挺好的 不对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 瞧瞧这手段 瞧瞧这野心 这糊涂出了一个 铁领邓文迪 这个好 绝对的 铁领邓文迪 那你们把我们盘紧的 莫多克怎么办 这两个人的CP啊 完全是弹种 就为了节目效果给应凑的 根本就不合适 明白吧 根本也成不了 你们别玩这个了 也不知道 他谁给取的名叫 什么雪国列车 妈呀 你们眼睛都瞎了 什么雪国列车呀 这不是雪国餐车吗 什么眼神啊 啥眼神啊 来 威亚 前辈 在电商直播 我觉得是晚辈了 这是前辈了 带货女王 不止日用百货 什么卖的好好 还卖过火箭 大家都说了 卖过火箭 事闹得挺大的 确实挺大的 那天姐姐 这么点进去一看吧 哎呦 明白了 那哪是卖什么火箭 那就是火箭上的一个广告 对吧 大小姐 这种博眼球的手法 姐见多了 上一次 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呢 说了 疑惑 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 看到这个标题以后 我气坏了 这不明知故万吗 谁这么多款闲事啊 点进去一看 天文学家 对不起 误会了 对不起 误会了 好 威亚小姐 最近上了很多中音 非常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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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有时间 来到我们吐槽大会了 你看吐槽大会 这点小钱 它也要赚的 这比不上直播吧 威亚小姐 所以说最近是货卖不出去 还卖不好 我不会的 这事在女生 永远不会出现的嘛 有一次在直播间都哭了 说工作太多 没有时间陪女儿 有时间来我们吐槽大会 没时间陪女儿吗 女儿今天自己在家 照顾自己 哎呀 这么多年 我见了很多独立女性 但独立女儿 还头一回见 真的 我现在也开始做直播带货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吐槽威亚呢 是来学习的态度 怎么卖货 我发现很多主播 都会引导你冲动消费 让你买一些吧 哎呀 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所以作为消费者 不要人云亦云 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 理性消费 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 来姐的直播间 来姐的直播间 姐让你买 你再买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姐 金星 谢谢 谢谢 金典 这会儿咱们又赢了